秀林乡公所6月份展开了各村部落的防疫扩大消毒 乡公所防疫消毒大队也加强实施全面性来进行防疫的倾销工作 秀林乡公所每年都有5次进行消毒的作业 由于6月份疫情相当严峻 6月份开始展开各村各部落进行大消毒作业 秀林乡公所防疫消毒大队加强实施全面性全乡防疫消毒作业 其实我们秀林乡的乡亲大家不要担心 其实我们秀林乡公所从108年其实两个月就消毒一次 而且是消毒全乡的各个部落 所以大概每一年都是有5次的消毒工作都会在部落里面 所以大家放心 所以在今年有特别就是防疫期间二级开设开始 其实我们就开始在各个我们的运动场馆 还有我们的办公办公的大楼 各个办公处都跟机会所还有学校教会等等 我们都已经优先已经有做消毒工作 现在目前就是要进行的是我们各村的消毒作业 那其实最近一次就在4月份 其实已经有先做过全乡的部落的消毒工作了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所以6月初开始也就是昨天开始已经开始在部落里面进行我们的消毒工作 各位乡亲你们只要把家里自己的周边还有家里面能够做落实的消毒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撑过这次的一个疫情的一个冲击 所以大家一起来守护 大家一起来加油 希望下转我们会表示防疫是同作战 防疫消毒大队进行扩大防疫消毒 协助各村各部落防疫措施 他跟呼吁民众配合政府公告的防疫措施 才能够让防疫政策达到最大功效 以保护支持安全 记得讲完收藏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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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